地外文明搜索在天文研究中是一个小众的领域 伴随着涉电文学的发展 这一小众领域也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史 时不时就有天文学家发现一些暂时不明原因的现象 虽然暂时无法确认成因 但也不能排除这些现象是来自地外文明的可能性 现在中国天眼也要加入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领域 确实吸睛不少 要知道天眼是可以收集到宇宙137亿光年以内的信号 这意味着宇宙大爆炸初期的无限电信号都可能被天眼收集捕捉到 在这么广的范围内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肯定能找到一丝讯息 虽然目前为止 中国天眼还没有发现任何外星生命的信号 但天眼的存在 给发现地外文明的可能性增添了希望 但寻找地外文明并不是中国天眼的首要目标 排在前列的首要重点是寻找脉冲星 之前我们提到 脉冲星是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伟大发现之一 脉冲星的发现为何能称得上伟大 脉冲星就是旋转的中子星 因为能不断发出电磁脉冲信号而得名 它有短而稳定的脉冲周期 所谓脉冲就像人的脉搏一样 可以一下一下地发出无线电讯号 脉冲星的自转速度极快 发出的射电脉冲直径大约为10千枚左右 由于脉冲星是在塌缩的超新星残骸中发现的 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星体塌缩的情况 以及宇宙诞生和演化的奥秘 而且脉冲星的这种特征 还有助于星际旅行 如果我们未来走到火星 或者走出太阳系 银河系 地球上的GPS根本无法在其作用 通过脉冲星的位置 我们到时候可以用它来定位 导航 此外 航天航空的精度定位 也离不开射电望远镜